中国公布新时代白斗白皮书,亮点真不少 大家好,我是小玉华,欢迎收看有话观点 中国白斗技术是否超越了美国的GTS 真正的对手又是谁呢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卫星导航系统作用也越来越大 中国曾经就因为这方面起步交往 未能掌握最尖端的技术,吃了不少的亏 我们回顾90年代,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遭到被约精确制导武器袭击 在事发以后,美国给出地图坐标、标错这样荒唐的解释 但是中国却难以反驳,最终忍气吞声 这说明了什么呢? 这说明了,没有属于我们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 我们不但会被美国等霸权国家任意欺凌 同时更找不到任何的反击手段 如今的俄武冲突体现的更加明显 吴军多次凭借美国的卫星定位系统锁定重要目标 并且完成精确打击 甚至俄军不少的高级军官都是因为被精准定位打击谁网 更不要说俄军的补击线还经常遭到精确打击 这都说明卫星导航系统的重要性 当然中国早就痛定思痛 研发出了属于我们自己的白斗卫星导航系统 近日中国发布了新时代白斗白皮书 不但介绍了白斗卫星导航系统未来的发展方向 还总结了白斗在各个领域所发布的重要作用 其中值得军民们关注的就是 白斗能在任何时候能够给全球用户提供高精度的定位 导航等多种服务 据实测数据来看 定位精度的均值能达到2.34米 测速精度优于每秒0.2米 受试精度也优于20纳秒 要知道这仅仅是给民众公开出来使用的数据 军方使用的标准会比民用使用的精准度更高 大家知道 贝多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卫星导航系统 中国也再也不用担心受制于人 被他国无端屏蔽卫星信号的不利局面 更不要说贝多卫星导航系统 它能在海洋探测远洋导航预警发布 以及探索天空中发挥重要作用 随着这个卫批书的发布 所有国人的心中不仅想起了一个期望 中国的贝多卫星导航系统 什么时候可以超越美国的GPS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就要先来看看白斗卫星导航系统 与GPS导航系统在哪些方面有所不同 众所周知 世界上正在运行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卓有四大系统 有中国的白斗 美国的GPS 俄罗斯的哥罗纳斯 以及欧洲的加利洛 从目前使用的情况来看 多数国家都选择使用美国的GPS 单从民用的定位精度 白斗是优移GPS系统的 如果是从军用焦度来看 美国GPS能够达到0.2到1米的精度 而中国还从未公布军用的精度 从卫星的数量 通道的信号 以及接收信息能力上来看 白斗已经全面超越了美国的GPS 所以白斗如今并不比美国GPS差 甚至在整体性能上 还要犹豫美国的GPS 当然我们的眼光 现在应该放得更远一些 美国近些年推出了星链计划 目的就是为了争夺卫星市场 这个美国的星链计划 要发射超过1.2万颗卫星 并且已经开始在全球 不少国家推出了星链服务 虽然被定义为商业卫星 但是其军事用途不可忽视 最近几年美国频繁的军事活动 都能看到星链正在发挥重要作用 所以未来白斗真正的对手 或许就是它了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咱们下次见 咱们下次见